中共百年起家做大的四大经费来源 台山核电站破损燃料棒运作的隐患 南海幽灵舰队大量采购伊朗石油 拉闸限电大陆缺电潮蔓延至华中华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6月20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的万维独棒 我是Zenfer 从中共起家到建政的近30年 它能有钱活下去 钱从何而来 第一是靠共产国际输血 四大领统治下的苏联 要将红色旗帜插遍全球 中共成立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分布 1923年6月 中共三大陈独秀在报告中称 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 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每月15000元美金 中共党史上有名的暴动 军货莫斯科另外资助 如上海工人武装暴动 湖南秋收暴动 南昌起义等 第二是靠烧杀抢掠 1927年 中共开始杀地主 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中共转入地下和江西瑞京 陈一的一篇文章有详细说明 红军每月至少需要5万元 这笔款项大部分出在土豪身上 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头上 对地方豪身的乐款就是贴一张罚款的条子 限两日内交款 到期不交就烧一栋屋警告 中共红军头目方志明在筹款方面手段最狠 在江西老家领导农民运动 带头抓捕并处死了地主亲叔叔方宇田 后来方志明所谓的北上抗日先前队 还绑架了美国传教士达能和他的妻女 索要巨额赎金遭拒后将夫妇俩砍头 这种土匪暴行曾令当时的中外人士震惊 国民政府不得不派大军围剿 最后将方志明枪毙 第三靠走私贩卖鸦片 什么黑道都干 中共早期领导人任毕石 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鸦片专员 鸦片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 感冒违背民族大义之大部位而大片种植鸦片 确实需要点党性 因为极为敏感 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 输往苏区境外赚取经费 第四是靠国民政府生存 西安事变后 蒋介石向巴陆军新四军提供军费 每月拨款约60万元 1938年7月 中共给共产国际书记基米特洛夫的电报指出 蒋介石每月拨给巴陆军60万 新四军13万 在中共建政前 其经费来源主要是这四种 一是境外势力 俄国干爹输血 二是烧杀抢掠 土匪本色 三是走私贩卖鸦片 毒害老百姓 四是欺骗国民政府 伪装抗日 而当年搞地下工作时 在上海一党产公司 边收集情报 边赚钱的传统 年至今日 中共的企业开到海外 同样是边收集情报 边赚钱 这就是为什么各国政府都对中共企业警醒的原因 CNN6月14日独家报道说 广东台山核电站或许发生核泄漏 中共官方在第一时间予以否认 并且谴责CNN造谣之后 又在本周三承认台山核电站的少量燃料棒出现破损 但强调并未发生核泄漏事故 事实上 法国电力公司旗下的法马通公司 早在五月底就向美国政府发出通告 法马通在美国分公司本月初又向美国能源部提出请求 要求美方允许分享技术缓解担忧 专家认为 这一方面是由于法美签署了技术分享合约 在向第三方输出之前 必须获得另一方的批准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广和名列美国商业部制裁企业的名单 法马通担心因此而受到美国商业部的制裁 此外 法马通在信函中还披露中方拒绝接受法方提出的关机检查的要求 并且将安全标准提高至原先制定的两倍 试图以此避免关机提业的选择 法马通公司的上述通告显示 法方对台山核电泄露存在切实的担忧 尽管法国电力公司在CNN报道之后又随即发表声明 声称情况在掌握之中 法国电力公司上述模棱两可的立场 彰显它在追求经济效益 以保障核电安全之间的左右摇摆 今天发生的核反应堆内部出现惰性气体的现象 除了中方所说的燃料棒破损原因之外 是否有可能同锅炉的制造瑕疵存在有关 对此 法国核能专家伊夫·马里尼亚克先生 在接受法广采访时明确表示 这些气体的出现与孤独瑕疵没有关联 因为反应堆出现的点与线等稀有气体 只可能来自燃料棒管道泄露 管道泄露可能产生的两大后果 其一 随着核反应堆的继续运作 除了点 线等稀有气体之外 别的气体也有可能外泄 比如说色 这会使负责维持运营的工作人员遭受核辐射的威胁 其二 虽然燃料棒破损本身并不构成事故 但是倘若核反应堆发生别的事故 这些破损的燃料棒将会使事故的处理变得更加复杂化 会导致核气体排放到空气中 最后 至于台山核电站周围的居民 是否会受到核辐射的威胁 医夫马里尼亚克先生回答说 核反应堆内囤积的核气体最终会被排放到空气中 唯一的区别是 是否在通过过滤处理之后再对外排放 可以肯定的是 囤积的核气体越多 那么它们的处理也将越来越困难 今年4月 台山1号机组就已经不得不进行了一次强迫排气 原因是反应堆内部气体的体积已经超出了可容纳的含量 不过 中共核安全部门确认台山核电站周边空气指数正常 香港当局也对此加以确认 但是中国周边专家 日本 台湾等呼吁北京加强信息透明 《每日邮报》20日报道 情报专家的警告 伊朗石油被伪装成来自其他产地的原油 例如标记成阿联酋和阿曼的产品 通过一支向躲避国际制裁的幽灵舰队 正在从伊朗向中国运送石油 按照美国的联合反对伊朗核计划组织的说法 中共在过去6个月中无视禁令 增加了与伊朗在海上的秘密交易 为伊朗的核能活动提供了资金 中国平均每天购买70万桶的伊朗石油 因此成为德黑兰的主要客户 这些幽灵舰队目前被发现在南海 其中包括20艘能够运载超过200万桶石油的超级邮轮 该舰队总体可以运输近一一桶原油 总价值55亿英镑 该组织高级顾问 前外交部反恐主管艾弗·罗伯茨表示 中国从伊朗购买的黑市石油数量惊人 这为德黑兰政权提供了建立储备的可能 在面临国际制裁的情况下 能依旧加强核发展计划 这两个国家阴暗的联盟是对西方的挑战 发展核武器对我们的安全有巨大威胁 近年5月以来 广东东莞、佛山、惠州、中山、潮州等多个城市限电 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等南方五省都出现类似情况 目前这种供电紧张的情形已经扩大到浙江、江苏、山东、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 东莞市着冠协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表示 东莞突然对生产企业实行拉闸限电 该公司被迫只能临时租用一台柴油发电机 但电费翻了两倍多 又因柴油机噪音扰民而新盖了一个临时隔音房 另一个问题是柴油发电机的租金上涨增加了成本 而很多其他工厂仍然租不到 导致工人的上班时间被迫改成傍晚至凌晨 这种情况正在蔓延 山东省能源局5月发布2021年全省有序用电方案称 预计今年迎风度下期间存在200万千瓦的短时供电缺口 若出现电煤供应紧张、省外来电减少、极端天气等叠加情况 缺口将进一步扩大 安徽省预计今年的有序用电共设计6500多用户 安排错壁丰富和约1150万千瓦 江苏预计全网存在425万至925万千瓦供电缺口 这将预计夏季高峰将出现200万千瓦左右缺口 针对多地缺电的问题 中共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伟6月17日回应时首先称 原因是工业生产快速恢复 拉动了用电增长 高温天气增加了用电负荷 来水偏枯偏晚 造成水电发电不足 但是在2020年12月中下旬 正值新冠疫情期间 大陆也大规模限电 官方称作有序用电 当时广东 北京 上海 浙江 湖南 江西等多省市供电紧张 时间影响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 另外一个与电力有关的问题是中共5G网络 仅根据大陆IT时报的数据显示 一个5G室外基站单租户平均功耗在3.8千瓦左右 是4G基站的三倍以上 单个5G基站单租户年综合电费约2.3万元至3万元人民币 到2026年 5G基站耗电量将上升至全社会用电的2.1% 2020年大规模限定之前 北京当局称要加快5G网络 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 大陆5G基站超过71.8万个 实现所有地级以上城市5G网络全覆盖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再见